这球徐龙豪一定是会被吹击入犯规的 他自己怒不可遏直接把球 陈兴俊好球漂亮 这次突破突得干净 得了可以累了 从刚才那次进攻就能够看出来啊 体能出现了一点问题 因为毕竟这赛季没打过这么多 没有空间出手 陈兴俊突到一半停了 自己发现墙头还能进 这个球勒猛 江总明的需要多有一些掩护 好球 这个球 许龙豪和胡龙帽产生了一些争执 我们看裁判的判法吧 我是真没看清胡龙帽怎么摔倒的 找到罗旭东所以现在上双控位啊 这边又吹了什么 许龙豪和胡龙帽这个事还没完啊 吹了胡龙帽的一个围体犯规 许龙豪 许龙豪倒地了 发生在镜头左下角之外的一个情况 尾铁两发一致 许龙豪第一发没进 我们再来看看啊 镜头左侧两个人 一分钟的时间 看八一队 这次进攻得拿分 胡龙帽又犯规 双方犯规都满额了 所以应该是直接走上罚之线 许龙豪对胡龙帽不依不饶啊 双方的情绪 这场比赛一直都非常激动 后撤一步 压哨的投篮 给了24秒为例 给了24秒为例 陈英俊在救这个球的时候啊 裁判认为是先24秒为例 我们来再看一下 没有碰到 24秒为例呢 也就不用再去盼这个球 到底是谁来出的底线了